哈喽安娜达 童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种古装推理剧 像什么包今天敌人节等等 可还有一部 案子没有包今天敌人节那么血腥 可颜值却超高的武侠悬疑剧作 陆小凤传奇 今天重新来带大家开启第一篇的故事 陆小凤传奇之陆小凤前传 四条眉毛人见人爱陆小凤 嘿嘿不对放错了 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故事一开始 武林高手陆小凤在一家客栈里睡了七天之后 楼下传来了喧闹声 没想到这个客栈成了一个大赌场 陆小凤就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不要赌博 听我的劝吧 不要赌了 可这些人都不理他 所以陆小凤就直接出手 把他们的钱全部都给赢光了 没钱可赌 你们该走了吧 老板就兑换了银票给陆小凤 陆小凤走了以后 就把这些银票分发给了乞丐 可乞丐拿了银票以后就大喊 原来他刚才赢的全都是假币 他们镇上的蒋补头和洛补头立刻杀到 把他给抓了 你难道还想跑 陆小凤为了自证清白 就带他们去刚才那个赌场看一看 没想到这个赌场瞬间就变成了饭店 赌场在哪啊 陆小凤就把饭桌翻了一面 好家伙 原来他中了别人的局了 两个捕头就把他给抓了 事到如今 跟不跟我们走 也由不得你了 他们把陆小凤抓去建牢房里的一个罪犯 朱婷 这个朱婷可是天下第一巧项 他是鲁班省府门的弟子 精通各种机关发明 甚至连朝廷印发的官方银票 都是他发明的印章和防伪标记 可最近市面上出现了大批量的同号假银票 防伪标记和印刷的和真的一样 所以朝廷就认定是朱婷私自印的假银票 对 他们除了怀疑我 已经找不出第二个T字赢了 现在朱婷被抓了 但市面上依然有假银票在流通 衙门为了尽快破了这个案子 所以只能听了朱婷的建议 把武林高手陆小凤请来帮忙 朱婷和陆小凤聊了一会儿 陆小凤就走出监狱 开始调查这个案子 两个捕头就问陆小凤准备咋办 陆小凤呢就告诉他们 朱婷向他透露 朱婷有个非常牛皮的师兄 月青 他也有本事制造假币 可落捕头却说 月青早就已经嗝屁了 而且落捕头还说 月青是得了瘟疫 他亲手火化的 不可能还在人世间 得瘟疫病死的人都直接火化 陆小凤又说了 朱婷告诉他 这月青呢还有一个女儿 说不定也学了他爹的本事 月青女儿的胸口有一颗黑痣 他为了美观 就纹了一个斧头给遮住了 两位斧头立刻吐槽 靠胸部的纹身来找一个女孩 也太难了吧 像你们这样粗鲁的汉子 也没有什么机会 看见姑娘姐的胸脯 你不愧是陆小凤 陆小凤就立刻开始寻找月青的女儿 这个时候 全国首富的儿子 花满楼出现 虽然他是个盲人 但是帅啊 人称风流盲侠 花满楼 风流盲侠 花满楼 花满楼送给两个捕头一瓶毒药 说这个毒药可以控制陆小凤三天 如果他不听话 三天后就把他给毒死 好恶毒 原来他们花家 是全国最大的钱庄 大通钱庄的股东 假银票的案子 对他们花家来说也是损失惨重 所以花满楼也想尽快破这个案子 两个捕头就听了他的建议 把这个毒药下在陆小凤的酒里 如果三天破不了案就嗝屁 三日之内 你要是拿不到解药的话 你就会痛心而死 苦不堪言 什么痛心而死 仿佛就像被白嫖一样 陆小凤离开饭店以后 就赶紧去买了一碗茶水 怎么洗洗味 结果就 哦 我晕倒了 原来是大通钱庄的总经理 钱老大 迷晕了陆小凤带回家 这钱老大就说 假银票泛滥 损失惨重 他背后的股东花家 绝对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 所以他就求陆小凤 来帮他破这个案子 陆大侠 只要您肯帮我这个忙 我一定倾尽积继 给您满意的报仇 事情真的是越来越有趣的呢 怎么所有人都在求陆小凤 钱老大就找了一张 他收到的假银票 给陆小凤调查 陆小凤就轻轻地 闻了闻这张银票 啊 有一股他最喜欢的酒香 和女人的味道 这个时候钱老大就说 这个银票一定是从一个 叫极乐楼的地方传出来的 极乐楼是一个 有特殊服务的地下赌场 那边充满了烟酒和美女 可是没有人知道 极乐楼在哪里 因为传说中那座楼是会飞的 它只有在夜晚出现 天两时就会消失 这个时候陆小凤就想起了 他的一个好朋友 神偷司空摘星 这个司空摘星 果然是个偷窃高手 一出场就在马路边 偷了我们风流盲侠 花满楼的扇坠 哇 好名贵的扇坠 他果然知道 怎么样去极乐楼 极乐楼这个地下赌场 非常的隐蔽 他们先要躺进一个棺材 然后用小烟花做记号 不一会就会来四个壮汉 把它们钉在棺材里 然后抬去极乐楼 等陆小凤来到了极乐楼 发现这里果然是充满了 酒色的地下大赌坊 因为大家都戴着面具 所有人都可以尽情地嗨啤 他们在这里又遇到了 风流盲侠花满楼 陆小凤就把司空摘星 刚刚偷来的扇坠 还给了他 为什么对人家那么好 花满楼觉得陆小凤 这个人挺仗义的 就把这个扇罪 送给陆小凤当毒本 陆小凤果然运气超好的 玩一个乌龟赛跑 就赢了一大笔钱 赌场的规矩你们懂的 赢钱想走那是不可能的 于是极乐楼主就安排陆小凤 上三楼 和他们的花魁赌一把 陆小凤支开了司空摘星 四处调查一下 他和花满楼上去和花魁赌博 花魁无焰闪亮登场 他要和陆小凤赌的是 他手上的花瓣是单数还是双数 陆小凤就使出了一些小把戏 留了一片花瓣在无焰的肩膀上 欺负我们的盲人花满楼 花满楼听错了半数 最后是陆小凤赢了 看来是陆公子赢了 既然输了 无焰就准备好好的 伺候一下陆小凤 花公子不用着急 但今天先招待的 应该是赢了赌局的人 花满楼就酸不拉几地 准备转身就走 但出门的时候 他意外发现 极乐楼的楼顶居然在漏水 房子都漏水了还不补补 陆小凤刚准备摸清 无焰的底细 此时正在到处调查的 司空摘星 失手被抓了 极乐楼的护卫 就带着人闯了进来 情急之下 无焰带着他们两个 逃进了一个隐蔽的小房间 逃跑的途中 无焰的胸口露出来了一点 无焰姑娘 你居然是一个斧头的纹身 难道她就是月亲的女儿 无焰什么都没说 拿出了一串佛珠 交给陆小凤 让她去找另外一串 一模一样的 她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六公子若能够找到一串 一模一样的佛珠 就会明白了 然后无焰就偷偷地 把他们两个放了回去 她说假银票 应该就是来自极乐楼 可当天晚上 他们是坐棺材敌去的 根本不知道 极乐楼在什么地方 可是极乐楼在什么地方 我坐棺材去 坐棺材回来 我怎么知道 于是他们就决定 先去安放月星临位的 云间寺调查看看 陆小凤刚到云间寺 这么巧 花满楼也来了 昨晚一别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我的天 你也来拜托 少来了 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找她的 哎呀 包图公 这么巧啊 陆小凤看出 花满楼心事重重 花满楼只好向她坦白 其实他们花家 就是大通钱庄的 背后大股东 由陆兄帮忙 假银票案子 一定指日可破 原来大家都是为了 假银票的事而来 后来陆小凤在云间寺 看见了月亲的灵位 灵位上也有一串佛珠 跟吴燕给她的一毛一样 难道那天晚上看到的吴燕 真的是月亲的女儿 为了更好地了解案情 花满楼就带着陆小凤 去看了她一个好朋友 住在云间寺的一个女孩 霞儿 这个霞儿还有一个 患了麻风病的母亲 这个病传染性很强 只有云间寺肯收留她们 霞儿的母亲染上了麻风病 霞儿长年以来 就在这云间寺里 陪着母亲养病 而霞儿的父亲 不是别人 这是大通钱庄的总经理 前老大 其实 你应该认识霞儿的父亲 他就是大通钱庄的前老大 看到这一家三口以后 陆小凤突然闪现了一个灵魂拷问 这对父女长相 差距也太大了 就是啊 我看也是一点都不像 到底是前老大被绿了 还是他们有什么阴谋诡计 联合起来欺负我们看不见的花满楼 为了更好地了解前老大家庭的真相 陆小凤就决定带着前老大 一起去逛一逛极乐楼 那今天晚上 我和你一起去极乐楼 也许能查出点什么来 当天晚上 他们就坐上了棺材笛 宿的一下就来到了极乐楼 前老大就在极乐楼里嗨堵了起来 谁怕谁啊 怎样五万两 而另一边 陆小凤安排司空摘星 去暗中调查侠二母女 结果他透过窗户发现 侠二患病的母亲 撕开了他的假面具 他居然是个男人 这位姑娘这么漂亮 怎么他母亲像鬼一样 然而意外又发生了 一伙不明来路的人 抓了司空摘星 老兄 怎么每次给你安排任务 你都会被抓 而这一边 陆小凤溜进了极乐楼的财务室 又撞见了吴燕 刚才看见你从人群里走出来 就知道你要来这里冒险 吴燕帮助他 用密码打开了财务室的机关大门 这里果然有一大堆 重厚的假银票 而且还有一个制作 非常精美的硬板 吴燕就向陆小凤坦白了 他说他就是月亲的女儿 他说他不想再做假银票的生意了 没错 我就是鲁班神府门 月亲的女儿 这一次收获不小 陆小凤就把硬板交给了两个捕头 而且他和花满楼一起推测 极乐楼一定藏在一座荒山里 花公子 闻见了 对 极乐楼就在我的鼻子里 想不到咱们的帅哥花满楼 虽然眼盲 但是鼻子非常的灵 记得上一次他在房间里 接到了那一滴水 他从那一滴水中 就闻出了石壁的味道 所以他断定 极乐楼一定在一座山里面 哦 原来极乐楼就在山里面 可他们现在就是找不到 这机关的入口 正当大家准备全面搜山的时候 云坚寺侠二那边出现了意外 云坚寺的侠二姑娘 想让花公子去一趟 越快越好 要不然 就等不及了 花满楼就赶去云坚寺救人 结果是一个陷阱 花满楼被抓了 原来这些人是钱老大的人 钱老大抓了花满楼和司空摘星 司空摘星 你看 你的老朋友也来了 难道钱老大才是幕后主使 因为花满楼失踪了 陆小凤就决定坐一下棺材敌 去极乐楼看看 结果这一次 棺材敌的四个司机 居然把他的棺材扔下悬崖了 随后四个壮汉就开开心意地回去了 不好意思 这一次我又预判了你的预判 陆小凤没有真的躺进棺材里 反而一路跟踪这四个壮汉 终于找到了极乐楼的入口 原来正如你所说 真是藏在山里 陆小凤就带领官兵杀进了极乐楼 轻松拿下了极乐楼主 他准备留个火口再调查调查 谁知落不头手一滑 把极乐楼主给砍死了 这极乐楼主的身上也有一个斧头纹身 所以前老大就认定 这个极乐楼主一定就是月清 正当大家以为这个案子已经破了 陆小凤却站了出来 其实真正的幕后主使是 我们下一期继续揭开 今天就给我说完 前老大别作气了 极乐楼的主谋其实就是你 我们的陆小凤早就已经看穿了一切 他说死掉了那个极乐楼主 他的手太粗糙了 根本就不可能是巧匠月清 这个人的手实在是太粗糙了 吐满了老姐 陆小凤还说 他仔仔细细闻过很多假银票 一共有两种味道 前老大给他的都是酒香和胭脂味 而另外一种就是奇怪的药渣味 这个味道就是侠二母亲 每天喝药的味道 其实云尖寺才是他们 印刷假银票的窝点 云尖寺才是真正印刷假银票的地点 真的月清也一定在云尖寺 这个时候吴燕就冲了出来 他说他爹月清 就是被关在云尖寺 前老大还把他包装成自己的夫人 然后找来一个侠二看着他 被求救在云尖寺的那个前夫人 就是我爹 前老大还派他的女儿 寸步步离监视着我爹呢 前老大一看事情败露了 就赶紧知道混乱逃跑了 他拎出了司空摘星和花满楼 要要挟陆小凤 可没想到这个时候侠二反水了 他给花满楼和司空摘星送了钥匙 他偷偷地放走了花满楼和司空摘星 前老大现在是势单力薄 就灰溜溜地跑进了侠二的房间 等陆小凤他们赶到的时候 侠二已经晕倒在地 只剩下女装的月清在房间里 他说前老大跳窗壶跑了 那前老大呢 跳窗逃了 吴燕看到老爸以后好激动哦 两个立刻拥抱准备相认 爹 爹 陆小凤眼疾手快 点住了他们两个的穴道 好家伙 原来他们两个是想搞刺杀 他撕开了这个月清的假面具 原来是前老大假扮的 真正的月清被他藏在床底下了 前老大落网了 正当我以为这个案子完结的时候 哼哼 我们的陆小凤又揭开了一层大秘密 他大声喊道 其实真正的幕后主使是 落捕头 因为幕后黑手就是你 落马 你的用我发财 真的是人如其名 这一下真的要落马了 其实这个落捕头 才是真正吉了楼的大老板 陆小凤说了 从一开始他就留下了一个圈套 他说月清的女儿胸口有颗黑质 所以要纹一个斧头 这纯属他瞎编的 所谓月清女儿胸前 有什么斧头刺青 根本就是假的 纯属胡说八道 如果有人把我们的谎话 变成了真的 心里一定有鬼 没想到落捕头居然当真了 于是呢就安排了一个坏女人 吴燕 在胸口纹了斧头 还故意制造了一个意外 露给陆小凤看 落捕头之前一直对外宣称 一代巧匠月清死于瘟疫 是他亲手火化的 所以花家的人也早就怀疑落马了 案发后 你又急于杀了朱听杰啊 所以我早就怀疑你了 而那个侠二 才是真正月清的女儿 前老大其实一直是落马的手下 云尖寺是他的地盘 可是既然篱下 他一直觉得自己赚的不够多 所以他就抓了月清 和他的女儿侠二 关在了云尖寺 继续制造假币 他不想一辈子被你呼来唤去 所以抢在你前面 找到了月清的女儿 并把他们父女俩囚禁在这里 落马不知道 前老大背着他 继续在印假银票 表面上我们看的是 正派与反派的斗争 其实暗地里 就是两个反派在狗咬狗 事情败露以后 落捕头就放下机关 想把他们全部给炸死 好在朱婷及时赶到 把他们给救了 你设的机关从外面 轻轻一碰就开了 最后陆小凤使出了他的绝技 灵溪一指 抓住了落马 大哥你也太迅了吧 假银票案件也就此告破 最后呢 我们帅气的花满楼也说了 一开始他也忽悠了落捕头 他给陆小凤喝的 那个三天毒药 其实是一种超级补的补料 这位药叫新花怒放丹 中秋节前后服用 清火蓄湿 遍体生香 哎呀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 伤害他的了 假银票案侦破以后 陆小凤名声大噪 他还和花满楼成了一对 好兄弟 他们俩将一起迎接 更多惊险刺激的案件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等这一天 也等了好久了 如果还想继续了解 他们俩的精彩故事 我们下一期继续 完结洒花 最后归求各位安娜达 给大头虫点一个订阅 你的订阅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大头虫是虫哥说定 你在油管的唯一照号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么么哒 感谢大家的订阅